我們如果要送人家 我們送不起金條的話 我們就送個金磚蛋糕 也不錯 所以趕快來看我們今天 這個金磚蛋糕的做法 它一樣的 我做的東西都是 材料很簡單 很隨手可得 然後步驟很簡單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裡的材料就是蛋白 我們等一下需要蛋白 細砂糖 然後因為有些人不喜歡蛋味 所以我們加一點蜂蜜 那也可以用香草精來取代 對 然後我們加杏仁粉跟低筋麵粉 然後需要一點泡打粉 那上面這個就是我們麵糊 還有那個融化奶油 等一下我們這個拌在一起 就是我們的麵糊 然後我額外這個杏仁片是 你如果喜歡一點脆脆的口感 你可以撒一點堅果在蛋糕上面 然後再一起進烤香烤 也不需要什麼特別的器具 一個打蛋器就夠了 然後我們把蛋白加進來 然後再把細砂糖加進來 所以一次性就可以了 對 一次把它加進來 因為這個不需要打發 我們就這樣隨便 真的是隨便 大概拌個10下 20下就夠了 見到老師這樣一說 是不是更有興趣 而且這個麵糊其實1分鐘 真的1 2分鐘我就可以做好了 所以這在家裡的話 真的是快速然後零失敗 然後又好吃又健康的一個點心 然後我們把蜂蜜加進來 一樣我們就把蜂蜜打散就可以 都不需要過度的打發 不需要 我們就稍微攪拌 讓它均勻就好了 居然還有這種懶人包的甜點 對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的 拌好之後 我們就把我們的杏仁粉 低筋麵粉 這都是要過篩了 我是已經篩好了 加進來還有我們的泡打粉 一起把它加進來 然後我們加進來之後 一樣用打蛋器 把它拌到看不到粉就好了 所以其實非常簡單 我覺得這個金針蛋糕 以我自己在吃的經驗來講 應該是屬於那種 英國老奶奶特別喜歡 配下午茶的對不對 而且它是不是可以放在室溫 對 比較多天的 對…它是那種常溫類的蛋糕 其實可以放在室溫 還滿多天的 然後最後一個 我們把融化的無鹽奶油加進來 好 我們把所有食材加進來 一樣用打蛋器把它拌勻 我們把它拌勻很快就好了 然後一樣用我們的打蛋器 然後我們就把它攪拌均勻 很不可思議 它其實就這樣就做好了 它非常的容易跟快速 老師 那妳在上這堂課的時候 台下的學生會不會反映說 老師 這裡食譜給我就好了 不需要操作 不一定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他會想要用打蛋器 他一開始就用打蛋器 所以我就有說做甜點 要優雅一點 我們這一道金針蛋糕 就非常適合很優雅 就這樣和一和就行了 對 因為其實 其實我們在做蛋糕 其實拌幾下 其實都是有原因的 所以不要太勤勞 是一個很好笑的說法 但其實因為真的有同學 他會一開始 因為有些人 他可能手持是他習慣的 或者是直立師 他一開始蛋白糖下去 他就讓他一直打… 一直打為什麼不好 一直打的時候 它裡面會很多空氣 這個很多空氣 蛋糕拿去烤的時候 蛋糕出來會像蜂窩 它會很多洞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 只要混合在一起就好了 所以其實我只說 10下 15下 其實是有原因的 對 好了之後 我教給大家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你就準備一個杯子 然後隨便拿家裡的一個塑膠袋 我們就把它倒進去 因為這個麵糊 我們其實最好可以放一個晚上 但其實沒有也沒關係 是 對 放一個晚上原因是 就像我剛剛講 它剛剛做好的時候 你在攪拌的時候會出現泡泡 這個泡泡如果沒有讓它消泡 直接烤的時候 蛋糕就會出現蜂巢的狀態 所以它讓它靜置 放到隔夜的目的就是 讓它的泡泡消失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麵糊好之後 不要覺得說很簡單 我就送進烤箱了 不行 老師說要放到冰箱隔夜 對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放室溫15分鐘 就可以直接烤了 是 對 而且這個麵糊我很建議 尤其是初學者做 因為它可以事先先做好 因為隔天才烤 所以如果在家裡 大家可能我今天要烤 但我今天沒空 前一天 前兩天前 我們就可以先把麵糊做好 並在冰箱 然後當天再拿出來烤 那這個麵糊可以放幾天 我建議是三天內 因為它有蛋 三天內 三天內 對 然後我為什麼喜歡用這個塑膠袋 是因為我知道 大家都不喜歡洗碗 因為我也是 所以我都會用這種塑膠袋裝著 然後等一下剪一個小洞 我就直接擠 擠完之後這個塑膠袋 就直接丟掉 就很方便 那這個是費南學的模 就是金磚的模型 因為它就像一個金條一樣 然後我們就平均 平均擠八個 大概是八分滿左右 對 因為我們裡面 是有加泡打粉 所以只要有加了泡打粉 一定會膨脹 那膨脹的話 你千萬不要把這個金磚 因為我們的誠意就是說 越大條 越好 這個金磚 千萬不可 因為它爆了的話 你可能形狀就是這個 因為我們等一下 還要撒這個杏仁片 所以老師說八分滿就好了 八分滿 然後我在擠的時候 有一個小技巧 因為很多人都說 可是我不知道 到底八分滿是多少 我會教大家 你可以先把它全部都 大概八個都擠完 擠完之後你剩下來 不要擠完 剩下來的時候你再平均 看哪一個比較少 再把它擠上去 因為這樣會比拿湯匙 挖來得乾淨跟快速 對 然後這個是額外的 要撒什麼東西都可以 不一定要杏仁片 因為蛋糕是軟的 然後杏仁片會是脆的 所以你再咬下去 你會有軟脆軟脆的那種口感 那我也很介意大家 可以撒一點蔓越莓乾 因為蛋糕是甜的 蔓越莓乾是酸的 然後你的蛋糕是軟的 杏仁片又是脆的 所以你會一個小小的蛋糕 有四個口感 我們這樣好之後 因為它小小的所以很快 我們放到170度的烤箱 烤大概15分鐘 金黃色就可以拿出來了 好 烤出來的這一個金磚蛋糕 老師要用它仙女的手 仙女棒一揮 一定要把它變得非常的漂亮 因為放式甜點 擺盤好重要 我這裡有準備一點水果 然後跟一點薄荷葉 然後我這裡準備的是鮮奶油 可以加一點點糖 然後我們就讓它打發 讓它快速打發 好 這樣其實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你大概可以看到它紋路 其實還滿明顯的 很像霜淇淋的感覺 我就準備好擠花袋 放好我的花嘴 花嘴大家喜歡用什麼花嘴都可以 就看你喜歡什麼型 你就用什麼花嘴 沒有說一定要用什麼花嘴 然後我是放兩個蛋糕 我就稍微把它稍微擠一下 因為我要把兩個蛋糕 疊在一起 好 然後我把這個放在這裡 稍微疊一下 好 那我今天準備的也就是 大概家裡可能大家會有 我也沒有特別準備一些什麼東西 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大家家裡隨手可得 你會得常常拿到的東西 我們就拿來擺盤 不然其實我們在做 法式甜點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為了擺盤 故意去做很多裝飾的東西 其實反而比我們做蛋糕 還要更花時間 但因為一般人在家裡 是比較不會這麼做 所以我就是讓大家用家裡 可以得到的東西來擺盤 對 然後陽台上面的薄荷葉 再摘一點下來 對… 但是你這個薄荷葉在摘取的時候 最好是這個 最上面那個很嫩的部分 就像我們採這個茶葉 最漂亮的那個最上面 那兩個最嫩的芽 然後就是花一點這個時間 巧思 對 巧思 然後很乾淨的把它擺好 那也不要擺太多 就隨意擺 那就這樣子 好 老師的隨意擺 就這麼漂亮怎麼辦呢